南無大慈大悲,舊苦舊難,廣大靈感,光是應徒師。 羅金鴻台長 台長,我想看一下我自己的 幾幾年屬什麼? 95年屬豬 你現在這個豬的圖騰啊 頭上被套了個籠子 所以你現在應該有憂鬱症 應該是有憂鬱症 我告訴你,現在這個籠子套得你 記性非常不好,記不住,而且怕見人 你現在會唸經嗎? 會,有唸經 他背中每天唸幾遍啊? 21遍 他必須要唸小房子 否則的話,他很麻煩 明白嗎? 明白 你自己好好唸小房子 小媽媽,對上是媽媽嗎? 不是 是,是同修 同修 同修是吧? 教教大家都幫他唸啊 他自己會唸小房子 你們也最好幫幫他唸唸 還蠻可憐的 他身上一個靈性在他身上很多年了 你自己感覺吧 有沒有人經常自己跟你講話? 現在 好一點 過去有人跟你講話嗎? 過去沒有 沒有啊 自言自語有嗎? 沒有啊 我自己沒有 這個人整天趴在他的脖子上 這可是 脖子不舒服 你好好唸 你還會好的 他左邊這邊脖子不舒服 然後有時候就開始發抖 抽筋 然後 看見了不了 大家看見不了 就是他趴在你的脖子上 所以從你脖子開始的 明白了嗎? 他抽筋啊 他抽筋很厲害 每抽筋一次 他就會 就是壽命啊 會減掉 好幾天 不是太好的 看看他什麼緣分啊 什麼緣故 為什麼會抽筋 為什麼這個靈性呢? 麻煩 過去打過獵 上輩子打獵的 聽得懂嗎? 聽得懂 所以 你自己要好好唸 往生咒了 而且小房子要好好唸 至少還要唸八百張 好吧 不要著急每天唸 否則他的智商長不大 智商啊 他的智商啊 就是思考啊 IQEQ都不好啊 明白了嗎? 他現在挺內向的 挺自閉的 就是自閉 很內向的 他那個念小房子已經念了五百多張了 不夠 還要唸 人家沒走 那他念的小房子的質量行不行呢? 70% 還算好 他在家裡經常會聽到聲音 是不是跟他家裡有關係 我就跟你講了 剛剛前面就跟你們講了 身上有東西啊 明白了嗎? 還有他媽媽也打開過好多 是不是也有關係 六個 他媽媽自己說有七個 念到現在念掉一個啊 我現在看六個嘛 一、二、三、四、五、六 一個是 現在還有六個 沒辦法 他媽媽打了多了 忘記了 六個、七個差不多 再來一個不算多 我不是說我是他媽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我現在 功課要怎麼做 他身上的肌肉有萎縮情況 小弟啊 聽得懂嗎? 聽得懂 肌肉萎縮啊 我運動很少 肌肉萎縮 大腦萎縮 都是問題啊 他 叫他好好地每天要泡腳了 喝大杯水 念心經 四十九遍 禮佛念五遍 明白了嗎? 明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啊 你在得這個病之前 有一個很大的結 差點死掉 自己知道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有沒有出過事情啊 五年前 有沒有差一點點死掉啊 我告訴你 你要記住了 你要是不好好的趕快把這個靈性去掉 你還會有結 有結就走了 明白了嗎? 明白 好好努力啊 我跟你們講了 這個世界上欠債還債 欠錢還錢 欠命還命 上輩子的業 這輩子全部要還的 逃都逃不掉的 小弟聽得懂嗎? 聽得懂 我而且還要講一件事情給你聽聽 你基本上以後不能結婚了 你就是結了婚的話 你生理上有缺陷了 你現在就有 聽得懂嗎? 嗯 聽得懂 好好念經啊 不要再看不好的東西 明白了嗎? 明白 身體不好還要看不好的東西 真的是 太多了 我看到了 看來我到此 未知 我到此 八十五鐘 打劇場 你好我的念經啊 師父剛剛已經幫你加持過了 否則你那個左腳啊 以後會偏瘫的 站不直的 左腳 我剛剛給你加持了 謝謝 謝謝 一片